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一人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早餐甜蜜,蜂蜜燕麦粥的温暖拥抱 二午餐丰盛,韩式拌饭的多彩世界 三晚餐豪华,龙虾意大利面的海洋盛宴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甜蜜 蜂蜜燕麦粥的温暖拥抱 当我们谈到早餐,特别是那碗温暖的蜂蜜燕麦粥时 这不仅仅是一顿简单的餐点 而是一段历史的延续和文化的交融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碗早餐的甜蜜拥抱吧 首先,燕麦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早在公元前,一零零零年 燕麦就已经在欧洲的农田中茁壮成长 古罗马人和西洋人虽然更偏爱小麦和大麦 但他们也不会拒绝一碗热腾腾的燕麦粥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日早晨 燕麦粥在中世纪的欧洲 更是成为了平民百姓的主食之一 因为它便宜营养丰富且容易储存 至于蜂蜜,那可是大自然的甜蜜礼物 早在古埃及时期 蜂蜜就被视为神圣的食物 甚至被用来制作木乃伊 古希腊人更是将蜂蜜视为众神的食物 认为它能赋予人们长寿和健康 当然,这些古人可能不知道蜂蜜中 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和抗菌成分 但他们确实知道它的美味和疗愈效果 当燕麦粥遇上蜂蜜 这可是一场美味的邂逅 燕麦粥本身有助无香气和柔华的口感 而蜂蜜则为其增添了一层甜蜜的光泽 这种搭配不仅在味觉上令人愉悦 还在营养上相得益彰 燕麦富含纤维和蛋白质 有助于稳定血糖和提供持久的能量 蜂蜜则提供了天然的糖分和多种微量元素 让你在早晨就能感受到满满的活力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在19世纪的英国 有一位名叫约翰的农夫 他每天早晨都会吃一碗燕麦粥 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有一天,他的妻子玛利亚灵基一栋 决定在燕麦粥中加入一勺蜂蜜 结果约翰一师,惊为天人,从此每天都要吃这样的早餐 这个小小的创新不仅让约翰的早餐变得更加美味 还让他在农田里干活时精力充沛 这个故事虽然无法考证 但却道出了蜂蜜烟麦粥的魅力所在 总结来说,蜂蜜烟麦粥不仅是一道美味的早餐 更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交融 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味觉上的享受 还有那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温暖拥抱 所以,下一次当你想用这碗甜蜜的烟麦粥时 不妨想象一下自己正与古人共享这份美味 感受那跨越时空的温暖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丰盛,韩式拌饭的多彩世界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 既美味又充满文化底蕴的主题 韩式拌饭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BBAB这道菜不仅仅是一碗饭 它更像是一个小型的艺术展览 每一口都能让你感受到 韩国饮食文化的多彩世界 首先,让我们从名字开始 BBAB执意过来就是拌饭 这听起来简单 但其实内涵丰富 这道菜的核心理念是混合 这不仅仅是食材的混合 更是文化和历史的交融 欲说BBBup起源可以追溯到朝鲜王朝时期 当时的农民在田间劳作后 会将各种剩余的食材混合在一起 形成一碗丰盛的拌饭 这种混合的概念 正是韩国人对生活和饮食的智慧体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BBBup的组成部分 这是韩国饮食的基石 然后是各种蔬菜 如菠菜、豆芽、胡萝卜和蕨菜 那些蔬菜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还让整道菜色彩缤纷 再来是蛋 一般是拌熟的蛋黄 当你把它拌开时 那种金黄色的液体流淌在米饭和蔬菜之间 简直就是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 当然少不了的还有韩国的灵魂调味料 辣椒酱 大炒嘎炒 这种酱料不仅带来了辛辣的味道 还有一种独特的发酵香气 让整道菜更加丰富多层次 最后有些版本的BBBup 还会加入油肉、鸡肉或海鲜 这就更增添了口感的多样性 走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韩国 有一种特别的BBBup 叫做石锅拌饭 DolceBBBup 它使用一种特制的石锅 可以保持锅 可以保持高温 当你把米饭和其他食材放进去时 底部的米饭会被烤得金黄、酥脆 这种酥脆的米饭 在韩国被称为Norangi 是很多人最爱的部分 据说有一次一位外国游客 在韩国餐厅点了石锅拌饭 结果他不知道这个Norangi的存在 吃完上面的部分后 竟然把底部的酥脆米饭 当作是锅底的残渣 差点就要丢掉了 幸好被服务员及时制止 这才没有错过这道美味 总结来说 韩式拌饭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他告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 不论是简单的米饭 还是丰富的配菜 都可以通过巧妙的组合 变成一场美味的盛宴 所以下次当你想用BBBup时 不妨想一想这背后的故事和文化 这样你会发现 这碗饭的味道会更加丰富多彩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对韩式拌饭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能在自己的厨房里 试试这道美味的菜肴 毕竟生活就像一碗BBBup 只有用心去拌 才能品味出其中的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豪华 龙虾意大利面的海洋盛宴 当我们谈到晚餐的豪华选择时 龙虾意大利面 无疑是其中的翘楚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顿饭 更是一场海洋盛宴 让人仿佛置身于大海的怀抱中 品味珠来自深海的真修 首先让我们从龙虾开始说起 龙虾这种生物 从古至今都是奢华的象征 在古代 龙虾曾经是穷人的食物 因为它们在海边随处可见 甚至被用来肥田 然而随着捕捞技术的进步和需求的增加 龙虾逐渐成为了高档餐桌上的常客 不经龙虾的价格不菲 成为了身份和品味的象征 再来谈谈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的古罗马时期 据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了面条的制作技术 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意大利面 无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 意大利面确实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喜爱 它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使得它能够与各种食材完美结合 龙虾自然也不例外 当龙虾遇上意大利面 这场海洋与陆地的邂逅 便成为了餐桌上的一大器官 龙虾的鲜美肉质 与意大利面的弹牙口感相得一张 再加上浓郁的番茄酱或是奶油酱 这道菜便成为了味蕾的极致享受 想象一下 当你用叉子卷起一口意大利面 配上一块鲜嫩的龙虾肉 这种口感的层次感和味道的丰富性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有趣的是龙虾意大利面这道菜 在不同的地区还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在美国的东海岸 龙虾意大利面通常会加入大量的奶油和奶酪 呈现出浓郁的美食风味 而在意大利 这道菜则更倾向于使用新鲜的番茄和橄榄油 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对我们来点幽默的结尾 有人说吃龙虾意大利面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高级的烤谷挖掘 你需要小心翼翼地剥开龙虾壳 找到那一块块珍贵的龙虾肉 然后再与意大利面完美结合 这种过程既充满了挑战 又充满了乐趣 当你最终品尝到这道菜时 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简直无与伦底 所以下次当你想要享受一顿豪华的晚餐时 不妨考虑一下龙虾意大利面 这道菜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 还能让你体验一场来自海洋的盛宴 Bone App见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早餐 午餐和晚餐的美味旅程 从甜蜜的蜂蜜燕麦粥 到五彩缤纷的韩式拌饭 再到豪华的龙虾意大利面 希望这些美食故事 能让你们的味蕾有所启发 也让你们对这些菜肴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这个信息量满满的美食之旅中 我们见证了古代欧洲人的简朴早餐 体验了韩国农民的智慧拌饭 以及感受了龙虾意大利面的奢华享受 每一道菜肴都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它们还是历史文化和创意的一部分 是人类饮食智慧的结晶 那么回到现实 或许你也可以在家中试试这些美味的食谱 感受一下那份历史和文化的温暖拥抱 毕竟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 而美食正是最好的一时之一 好了 今天的美食探险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也许你有其他美食故事想分享 亦或是对某道菜肴有不同的见解 请不要犹豫 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我是六博士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记住 生活就像一碗Bibin Bag 只有用心去办 才能品味出其中的精彩 再见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